亲爱的小蛋黄,主法条,或者无论你是什么,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,主于我们的位置,与基督和谐相处,努力为他做好工作。 对我们来说,没有特别的事,比神的话语,这个信息重要,我们只是喜欢听神的先知告诉我们,某些人对你来说有些影响,你是我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,还有些事情,我只是喜欢跟你见面,只是和你谈话。 我在自己卑微的时光中,环顾四周,耶稣基督昨日,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,我看到他在做什么,呼唤新娘,将他团结在一起,他正在从轮子中,取出一个轮子。 我们知道,这个不是一个人,这个是神的道,将他的新娘,聚集在一起,我们看到的,正在做的事情,不是低于神,没有更多,会是这样的情况。 可能是,看起来,可能是,他是神。 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,对我们来说,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珍珠。 我们已经摆脱了任何人告诉我们的,和这件事相反的事情。 我们看不到,人们取得到什么成就,或者说了什么。 我们看到的是,神所说的,和祂应许的,祂在我们这个时代,会做什么事情。 这是我们的终极,我们所有的一切,我们曾经的一切,我们希望成为的一切。 都至于这个信息之上,祂对我们来说,比生命更重要。 以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,我们看到神发出警告,准备审判, 颜子弹已经在机仓,一切准备走水。 这一次,不仅是对一小困人,就像在罗亚时代,或者在阿拉伯汗时代, 这是神通过祂的先知,向世人发出警告。 这是祂最后的警告。 神告诉我们,这就是祂最后的警告。 在我仰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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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仰。 他们伟大的科学成就。 杂交导致了几代人的死亡。 聪明和受谷教育的人,在知识方面。 联合国,北洋,国际联盟。 每天,我们都看到审判越来越近。 先知在远处,看到并告诉我们将会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。 俄罗斯,战争,石油,凡帝光,犹太人,核子弹。 不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,我们每天都在看着这事情发生。 世界上的恐惧成为了现实。 并且每天的恐惧都变得越来越大。 但就好像神在希西加时代所做的事情一样。 神通过他的先知说话并警告人们, 准备好,因为审判已经准备好了。 神的先知正在让人们为即将来到的时刻做好准备。 洛亚让人们为他的时代做好准备。 这是审判前的连运呼唤。 神会有一个提供的方式。 一个先知来引导他的子民。 神总是通过他的先知来传达他的话语。 就好像神在洛亚时代所做的事情一样。 在洛亚时代,神做过同样的事情。 在伊利,摩西的时代,我们发现他做了同样的事情。 神在洛亚时代替他们的先知, 他们就与不信分离。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出现。 就是相信他的一种。 我们应该自己与一切不信分开。 今天,神为他的身父预备了道路。 神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的认去。 审判前,我会派一位先知来召集我这群卑微的羊群。 我会让他们坐在一旁。 他们会肯平静等待即将来到的审判和逃离。 我们就是这个小羊群。 我们是天父所爱的人。 我们怀着极大的期待,等待着他即将来到。 世界在我们的周围,分崩离节。 但我们正在安息和和平。 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完美指示之中。 无论我们在世界哪个国落。 神也有一个提供的方式。 让我们都可以围绕着他的道。 围绕着他的声音团结在一起。 这是神提供的方式。 这位先知已经将他们引向神所准备的道路。 现在,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。 明白吗? 和我们一起逃离即将来到的审判, 并聆听。 读《读文打篇号》63-07-24 神没有先警告,就不会传信人来审判。 结佛相偎时间。 星期日下周十二点。 这是神的声音告诉我们。 这是我今天提供的方式。 约十八南汉帝庆。 要读的经文有。 以赛雅书三十八章,一至五节。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, 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雅去见他, 对他说,耶和华也此说, 你当留为名与你的家, 因为你必死不能撥了。 希西家转面朝场, 讨告耶和华说, 耶和华, 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传完全的心, 看诚实行事,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 希西家就同酷了, 耶和华的话, 临到以赛雅说, 你去告诉希西家说, 耶和华, 你早大为的神如此说, 我听要你的祷告, 看见了你的眼泪, 我必加征你十五年的授数。 阿摩斯书第一章, 当犹太王, 乌西亚, 以色列王, 约瓦斯的儿子, 耶波罗安在位的时候, 大地震前两年, 提哥阿摩人中的阿摩斯, 德麥士, 论以色列, 他说, 必从石安敲轿, 从耶路撒冷发声, 木羊的草场, 必要被开, 加密的山, 顶要枯干, 由卫主持, 大马式三番四次地犯罪,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 因为他已打糧食的基铁, 打过基列, 我却要降火在哈士的家中, 消灭便哈达的宫殿, 我必截断大马式的门站, 剪除, 阿民平原的居民, 和, 柏以颠掌权的, 阿拉人必被呼到吉尔, 这是耶路华说的, 耶路华如此说, 加隆三番四次地犯罪,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 因为他, 呼略, 仲民, 交给以东, 我却要降火在加隆的城内, 消灭其中的宫殿, 我必剪除, 阿什特的居民, 和阿什基伦掌权的, 也必反手攻击, 以格伦, 非利士人所静于的, 都必灭亡, 这是耶路华说的。 耶路华如此说, 推罗三番四次地犯罪, 我不免去他的刑罚, 因为他将仲民交给以东, 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,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, 消灭其中的宫殿。 耶路华如此说, 以东三番四次犯罪,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 因为他拿刀, 追赶兄弟, 毫无怜悯, 发怒撕裂, 发怒撕裂, 永怀愤怒。 我却要降火, 我却要降火再提慢, 其中狂暴的时候, 点火在拉巴的城内, 消灭其中的宫殿。 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夫去, 这是耶路华说的。 2002年4月30日, 约失白南汉帝兄的信, 到此结束, 直到下一次, 神宝秀利, 愿你平安。 神宝秀利, 你随后你的埋葬